特朗普留定時裝置 考驗拜登對華政策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特朗普總統1月5日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與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等8款中國應用軟件進行交易 特朗普指出這些平台幫助了中共政府以竊取或其他方式獲取美國人數據信息 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這項行政命令將在簽署45天後開始生效 美國知名智庫德蘭公司資深研究員Timothy Hath 何天穆對美國之音表示 特朗普此舉是為拜登新政府設置了定時裝置 意圖綁住拜登的手腳 何天穆認為這項行政命令 與特朗普政府全面打擊中共的策略是一致的 二次考驗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 他還表示封殺支付寶等應用程序只會影響到極少的美國人 這些人主要是試圖與中國大陸做生意的美籍華人 另一家美國智庫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 斯科特·金乃迪對此持相同的看法 金乃迪對《華爾加日報》說 特朗普這項行政命令的一個目的 似乎是令拜登政府上台後難以改變他的政策方向 近一年來 特朗普政府制裁了中共的國營企業和與軍方有牽連的企業 也對有軍方背景的高科技和電商企業施加了限制措施 這對中共造成強有力的打擊 中共高層甚至公開喊出要解決科技方面枯頸的問題 分析人士之前普遍預期 特朗普總統在結束第一任期前 會對中共採取更多行動 美國國務卿6日宣布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將訪問台灣 這對中共冒熱又是一項重磅打擊 1月6日當日 美國國會認證拜登當選 特朗普也承諾將有罪過度權力 但他堅持今次大選存在欺詐 他不會參加1月20日的就職典禮 拜登上台後 將如何對待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 引發各界關注 特蘭公司的何天目認為 拜登將保留對華為 和其他中國科技公司的限制政策 但可能會放寬或撤銷某些中國軟件應用程序的相關限制 特朗普之前針對TikTok和微信的行政命令 已經被法院暫時終止執行 外界認為 以行最新的行政命令 它的功效恐怕也會大打折扣 通過電話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了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薩和雪兒的節目 再聆清一點 開始